2月13日大年春二晚上张碧晨消失多日后公开露面登上了快乐大本营的舞台 这也是他承认当妈后首次露面 看上去状态不错 节目中作业游戏时也比较活跃 在节目中播出后张碧晨也成功上了热搜 一晚也发现他在节目中突然戳断了华晨宇 在猜歌环节中 杜海他禀还了一番号张碧晨随口就猜了《斗牛》这首歌 粉丝们当然清楚这首歌是华晨宇的歌 安苏的就觉得这就是狗粮 也只有心心念念着华晨宇 所以才会脱口而出吧